O嘴的首席 各位观众 各位O嘴的粉丝 大家可能猜到O嘴现在在那里 没错 O嘴现在是在新加坡的章仪机场 O嘴和O嘴的CEO虽然是退休 但是我们是退而不休 这个不休就是有时间去世界各地 看看有什么新的发展 比对下我的家乡香港 现在缺少什么 当然同时间也是去旅游 增加这个体验 今天O嘴特意是选择在章仪机场过境 接近十小时至十二小时 目的其中一个就是去看看章仪机场四个不同的Terminals 整体的感觉 第一个感觉就是香港需要迎头赶上 不能够再初陀岁月 不能够不能填海 否则其他地方不停地进步 香港愿地踏步 香港的将来就真的无办法保持原有的位置 虽然现在原有的位置 很多都已经被其他地方迎头赶上 其中一个赶上的就是下一个镜头 一看一看这种设计自作办理登机手组 跟香港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说感觉 O嘴进入到Terminal 2 第一个感觉就是 在整体自作登机的机器 有一种叫做科技感 很cyberlook 另外一个感觉就是 地毯的颜色和自作登机机器 显示屏颜色是吻合的 大家看看 都是水蓝色 而整体很多部自作登机的机器 是好像一个一个很整齐整结的人 站在这里 有聚地欢迎大家来到办理登机手组 这一个感觉 跟对比在香港机场 正方形树立 在每一间航空公司 几部几部的自作登机机器 香港明显是被比下去 这样O嘴最近都去了不同地方 今晚就飞远程了 O嘴上一次在新加坡机场转机 都要数回在疫情之前的一段 颇长时间 我记得当时我在新加坡机场转机的时候 是坐着机场穿梭的单轨火车 是看到当时好像是刚刚成立 做好那个窩楼 HSBC的Vortex 当时只是很匆忙地转机 所以没有时间欣赏 今天特意安排时间 其实O嘴已经欣赏了长时间了 我已经在章仪机场接近六小时 但是不觉得悶 大家看一下 在Terminal 2 现在我走到Terminal 1 走了两次了 建筑中用围板围住 但是同时间大家看到 在围板上所有的设计 是令到你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这个是跟刚刚我看到自助登机机器的感觉 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将会在围板后面 应该是继续会有这样的工程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它的画是画得很仔细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仔细到什么程度 这位女士的高跟鞋的鞋跟鞋 这位女士的牛仔裤配以去的黑色长臼T恤 中间露了少少腰出来 这些都是呈现到细致 O咀要说两个字 配复 配复章仪机场 在做整体规划设计的时候 考虑到每一位旅客 尤其是长时间转机的旅客 整体的感受 当然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空姐在前面走的时候 我拿多支也是一个视角上的享受 而这些花花草草花位 O咀的CEO说 全部都是真的 当然我不敢走去摸 但是近看是真的 由这里走去Terminal 2 都经过一个大走廊 这个走廊在维修之中 无意之中 看到新加坡章仪机场的特别之处 今天O咀来到章仪机场 看到世界各地的旅客 我看到她的面部表情 尤其是第一次来的 她都是呈现那种惊讶 赞叹 那个面部表情 包括O咀今 在四个不同的Terminals 穿梭 大家看看 这位女士 那个真实的情况 是不是给你感觉到 好像你根本就是 站在这个自作登机的 扮你登机手组的机器前面 O咀有这样的感觉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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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